山頭的颱風來襲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宜蘭這邊時不時也是有下大雨的情況發生 而過去在宜蘭這邊有一些低洼或是排水不良的地方都會有淹水的狀況 因此呢今天農業部長陳俊濟就是來到了這個西州提案這邊來防水 可以看到目前現在在這個提案旁邊呢 都是放了很多的沙包來進行一個防水的動作 那麼他們裡面都是已經有裝了土了 農業部長陳俊濟說呢總共是增加了一公尺 那你可以看到呢這整條都是總共總長度呢是有來到了640公尺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過去可能排水的況況比較不良 因此呢是增加了這個太空包要來預防這個有可能好大雨發生 就會有淹水的情況 那目前這個山頭的颱風呢是海陸井齊發 中央氣象署呢他們也是預估說不排除很有可能會變成墻台 但是目前都還是要持續的再來觀察 那麼今天的下半天尤其到晚上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會接觸到恆春半島 因此全台各地都會有影響 明後天的雨勢會最劇烈 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準備 好 那麼以上我們在宜蘭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十二產生的看動像 我是李杜蕙 加油 I will show you 愛你呀